这是位于苏州市牧独镇的石家饭店 这个名字看似普通 但从叶公辍的题字却能看出 它的历史非同寻常 在这幅座于清乾隆二十四年的长卷 《孤苏繁华图》中 苏州宫廷画家徐扬 描绘了那个年代苏州如天堂般的繁华 三十年后 乾隆五十五年 就在徐扬笔下这个木独镇的状元桥附近 一个名叫石汉的人开了一家饭店 名叫石旭顺 石旭顺最初只是贩卖当地小吃的一家小夫妻店 但经过四代人的经营 到石汉的崇孙 石人安守中 石旭顺已经成了当地一家 善于烹煮太湖美食的名店 所做的菜被喜爱这里美味的人们称为石菜 1929年 退居在这里的民国元老李根源 为其改名为石家饭店 今天 石家饭店在苏州已开了多家分店 但古街上这座老店仍然保留了下来 因为这里的老式煤炉对于一道美食必不可少 这道名闻全国的传统美食 就是以这个百年老店命名的石家酱方 石家酱方的主要材料是五花肉 取材自石家饭店旁的太湖之冰 五花肉 经一天腌制后取出 切成大四方块形状 投入到盛满开水的大圆锅之中 以大火旺煮 这个过程非常短暂 将水煮沸之后 即可将肉块捞出 在另一口大圆锅中 倒入石家自制的酱汤 放入肉块 在锅盐铺上特制的布条 然后放盐和香叶 八角 茴香 桂皮等大料 再放糖 接着 用一个蒸屉盐铺好的布条 将肉块紧紧地压入汤水之中 倒入料酒 酱油 以小火焖煮 大约要三个小时 焖煮锅的肉块 还要倒着盛在一个碗里 放入蒸香 再蒸十五分钟 这样做既能避免刚出锅的肉皮 接触空气影响色泽 又能把肉块塑造成更好看的形状 最后 浇上石家饭店特制的老酱汁 石家酱方就名副其实了 由于长时间的焖煮 五花肉中的大部分肥肉被溶解 因此肥而不腻 粘软粘稠 香气扑鼻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火候 在这道菜中 文武火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 食物的美味 需要通过火力张弛有度的变化 才能恰如其分地淬炼出来 五火是为了把肉块迅速煮熟 让其中的血水和杂质排出来 又不至于使肉质变老 同时将肉块定型 使用蒸屉 能把肉块压入酱汤中 蒸屉增加出来的空间 又能让混合着各种滋味的蒸汽 反复流转 蒸腾 而文火则是提炼肉味 使其达到酥烂脱骨 不失其形之境 呈现出嫩软肥香的口感 火候的确是中国美食中 一个神秘而微妙的概念 因此自古就引起了 众多中国文人的关注 孔子曾强调 狮刃不食 在他看来 火候不当的食物 就不能食用 苏东坡狮词双绝 同样也深谙美食火候之道 就连 以搜集精致菜谱为主的隋缘食单 都专门辟出一张谈论火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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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